其实最常见的中风的一个时段 是在凌晨 是从早上6点或者是8点早上 当病人还在睡觉的时候 全国中风协会康复报告显示 高达40%的中风患者因为中风 而必须承受中度到重度的后遗症 只有10%的患者能近乎痊愈 这数据提醒我们 及早发现包黄金治疗时间治疗中风至关重要 其实中风最主要的三大症状就是 第一,你的脸部下垂 如果你觉得你的脸部已经是不平衡了 这个可能是一个中风的取向 第二个中风的那个症状就是 你半边无力 可能你是左边或者是左右手边 或者是你的右脚 左手左脚或者右脚都变成突然间无力 这个就是可能中风的一个症状 再加上如果你咬字不清 或者是你诗语不能够突然间不能够讲话了 这个也是可能是一个中风的增长 属不属于高风险群的话 当然会有很多因素 有一些因素是我们无法改变 就是例如你的年龄 当你的年龄一直增长的话 当然你的那个风险就会跟着增长 如果还有一点就是 比如你的性别 我们所知道的是目前的数据显示 男生会比女生会更加的高风险而获得的中风 而其他的能改变的就是那种慢性疾病 所以如果你想要预防的话 最好的话就是也要有良好的饮食习惯 活动就是要有运动 要有好的那个身体 活动习惯 来预防这种可能会患上中风的那个风险 根据双卫医疗中心急诊部门的数据 每天平均有一位病患因为中风送院 这当中能够真正抓紧治疗黄金时间的少之又少 各种原因是大众对于中风的治疗黄金时间存有误解 其实最常见的中风的一个时段 是在凌晨 是从早上6点或者是8点早上 当病人还在睡觉的时候 高达20到35%的人中风 都是在这个时段 反而很多是说 他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发现到 突然间我的半天这样子就不利 突然间我就不能够讲话了 中风过后你第一样要做的东西 就是打电话到医院求医 这个是最重要的 很多时候当你用自己家里的车辆 把病人带到医院的时候 就可能是塞车啦 这样那样都已经是很迟了 可是我们要把握这个黄金时期 带他们带到医院 最好就是打救护车 第二你一定要确保 如果是你发现人中风的话 你要确保他在一个 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他中风的时候 他是在厕所里面 就要把他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所以他不会跌倒 或者是不会伤害到那个病患者 当病患被送到我们急诊室过后 接下来的那一步就是 医生会通过访问病患或者是家人 取得更进一步的详细的情况 例如是症状是如何 在什么时间开始发生症状 所以最重要的是在那个几点 病人开始发现那个症状 因为这个黄金时间是由症状开始的时候就开始算起 而不是在病人到医院的时候才开始算起 所以说如果一个病患说我的症状是在今天早上8点就开始 可是他现在是晚上8点才到医院 那么就非常的可惜 他可能已经错过了那个急救的黄金时间 过后我们就会做进一步的检查 检查病人的那个神经系统 来确定他到底是哪一个部分受损 而他的严重性有多么的严重 而且我们同时间也会 会病人做一些临床的检查的检验 例如我们会检查他的血压 他的那个脉脖 还有他的血糖指数 然后我们就会安排病人去做脑哨描 同时间也是会问病人的那个身体的状况 例如病人会不会是在过去 有任何的慢性疾病 例如三高 或者是病人在过去的这段期间 有没有曾经中过风 或者在近期内有没有任何的手术 交通意外 或者是任何的出血的问题 因为这个黄金时间是比较正对性 确血性的脑中风 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 要尽快为病人给药 一个那个溶解那个血块的药 黄金时间是在四个半小时以内 但是如果你是一些比较高风险群的病人 例如是年龄八十岁以上 或者是你本身有在吃着任何血清的药物 就是还有或者是你本身是一个糖尿病 而且之前有曾经中风的话 那么你的黄金时间就比较缩短 是三个小时以内 因为当我们错过了这个黄金时间的话 那么那个成功率 复原率也会降低 也会增加那个并发症 还有就是complication的那个风险会比较高 感谢观看